各位評審老師好 我們做的模式可教室佛板也有可能是指導 我們會做的因為是 有一次電器科的同學親吻 幫我們在佛板上面做挖孔的動作 因為上面的孔都是不一的 而我們學校的高具也就是一般的鑽頭 還有像不耐性的洗刀 像不耐性的洗刀 像不耐性的洗刀 所以如果在一般挖孔上面的話 佛板挖的我們就用CNGE挖孔 可以挖不同大小的工 可是這樣挖起來的話效果並不是很好 孔筋也不是很準的有一堆毛邊 後續在清潔動作上面會一定很麻煩 然後再如果用 想說如果用普通的傳統洗床 或者是鑽頭下去做的話 那個孔的大小會 因為刀具的大小不一而會有 一點麻煩 就是說如果 掉的孔 刀具沒有的話會不好去挖 所以我們就用 我們就設計了 用那個 用三爪夾骨的原理 所以做了一支可調的撥滿油孔車型 然後想這一支是我們可能很精力 一定要用鐵人的 要用鐵人的 不會這樣子 一般 不一定有鐵人的 如果要從小行走 也要不就 現在已經有鐵人了 都用鐵人的 刀這樣子撐的上面會花比較多 而且也會花時間在換刀上面 像一般如果在傳統洗漿上面做加工的話 我們一般會選用這一種的刀具 就是它是夾持排斥刀 需要研磨 可以叫做一型刀 對 然後還有像這種尺寸固定的孔具 在做挖孔的動作 可是這樣子的話 因為要挖的孔徑不一樣的話 你需要花很多的金錢或時間去找那些道具 所以我們就想了那種可調式的真心刀 可以做調整的 是利用三爪夾頭儒溫糖的原理 可是要等一天 我們也可以交給你 還有一個人選擇 幫助ong的原理 如果有人在神奇 詞曲 李宗盛 好 下方我們也可以 就是使用這把刀具 我們就可以做很多 我們想要的實測而好 也不用再花錢買更多的刀具 影響到我們 成本上面有任何問題 我們主要 所以我們現在主要做這次的主要問題 就是為了可以方便快速 然後又是減低成本 雖然比較沒有講格精確度 但我們角度是 主要是雙面積